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事啊 发生在2021年 在哪呢 就是前几年 网络上的第一顶流 山东曹县 21年曹县发生了一起车祸 正是这起车祸 竟然意外的破获了 15年前的一桩凶杀大案 咱们从06年说起吧 06年山东曹县里巴庄村 来了这么一个流浪汉 这个人呢 40多的年纪 浑身上下 破破烂烂 蓬头勾面 一点精神气也没有 来了之后啊 还就不走了 平时呢 就缩在村子里边的 脚脚落落里边啊 甭管别人怎么问他话 也不说话 好些个村民 看他可怜的 没吃没喝的 哎 家里边有点剩饭剩菜的 就给他弄过去点 这个人呢 只要接到村民们食物的时候 就特别有礼貌啊 就会在那千恩万谢的 因为眼瞅着快过年了 家家户户 都有自己一家子事要忙活呢 所以没多少人 关注到这个流浪汉 这倒也合了流浪汉的心意了 本来他就不愿意跟人多接触 只要有人给吃给喝就行 这天呢 这流浪汉 晃晃悠悠的 来到了村民孔庆台家里边 这孔庆台呢 六十多岁了 孩子们呢 也都长大成人 在外边生活 平时就老两口在家 这流浪汉 为什么来找孔庆台呢 因为孔庆台这老两口 这几天呢 对这流浪汉挺照顾着 这一回来找孔庆台这两口子 其实有他自己的目的 一进家门之后 老两口并没有嫌弃他是个流浪汉 反而挺热情的招呼他 随后呢 也问了问这流浪汉的情况 这流浪汉说呀 他叫张玉恒 为什么出来流浪呢 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两个孩子也送给别人了 家里没有亲人了 就剩下一个人 也没有能耐 没有本事赚钱养家糊口 他说在老家待着 看到旧房子 看到旧物件 总会想起他死去的妻子 会想起过去的生活 让他太煎熬了 所以这才毅然决然的 出来流浪 老孔这夫妇俩 那都是热心肠的人 听张玉恒这么一说 还挺感动 尤其老孔他老婆 老太太嘛 眼矿子浅 一边听着 眼泪呀 一滴一滴的 可就掉下来了 张玉恒呢 就说看着孔庆台夫妻俩 特别慈祥 一看就特别善良 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二老不嫌弃 我想成为你们的干儿子 为你们养老 我没别的要求 我就求有个安身之处 不在流浪街头 孤苦伶仃的 老孔夫妻俩 虽然有孩子 但是呢 是两个女儿 已经出嫁了 有自己的家庭了 一年到头啊 回不来个一回两回的 俩女儿的年纪 跟张玉恒 这也差不多 一来呢 是同情张玉恒 二来呢 这家里边啊 也确实需要一个男劳力啊 看着张玉恒 挺老实 挺真诚 老孔夫妻俩挺高兴 立即就认下了这个干儿子 就这么着 这组成了一家三口 说起这张玉恒来啊 还真是信守诺言 对老孔夫妻俩呢 也挺孝顺 家里边的家务活啊 农活啊 基本上都是张玉恒一尖挑 从来不跟自己这干爹干妈 要什么东西 老孔夫妻俩 随着年身日久 也越来越喜欢张玉恒 真是拿张玉恒 当自己的亲生儿子 后来老孔夫妻俩也想着 尽管拿着当亲儿子 但毕竟还是得有人家的私人空间 正好家里边有空着的一处小平房 把这小平房啊 就给收拾干净了 添置了一点简单的家具啊 就让张玉恒自己住进去了 从06年一直到21年 十几年的时间 这一家几口关系处的是真不错 老孔这两口子 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干儿子 21年2月16号 这一天呢 是大年初五 21年 大家都知道 口罩时期 对吧 一到过年 大伙呢 难得释放一下 紧张了一两年的心情了 于是啪啪的就开始放鞭炮 这天晚上十点 张玉恒骑着自行车出去了 干嘛呢 说要去捡那些放完了的烟花桶 烟花盒子 也有的地方叫烟墩子 这个呢 攒回来之后 卖废品 能卖点钱 这不是他第一回这么干了 每年过年的时候啊 他都会攒一波 虽然卖不了多少吧 但好歹 能够给家里边添两斤肉 添一瓶酒 那也挺好 张玉恒骑着自行车走了之后 老孔夫妻俩呢 就都睡了 村子里边熟门熟路的 张玉恒在这生活了十好几年了 出不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可是老孔怎么都没想到 张玉恒这次一出去 可就再没回来 他呀 骑着自行车 慢眉悠悠的 捡着这些炮墩子 没注意到远处 来了一辆白色的汽车 速度很快 因为路面很昏暗 张玉恒的自行车 他也没灯光啊 这白色汽车 发现张玉恒的时候 已经是来不及了 虽然猛打了一把方向 想着躲过去 但没躲过 蹦蹦一下 就撞到了张玉恒 哗一下子 张玉恒整个人 就被撞飞出去了 这个白色汽车的车主一看 撞着一老头 还想也没想 一采油跑了 典型的交通肇事 撞了人了 这么大的动静 附近住着的村民们 就听见了 赶紧出门看看什么事啊 这才发现 发生车祸了 而这肇事者呀 已经跑了 走近了这么一看 这不是老孔他干儿子 张玉恒吗 已经奄奄一息 明显是出气多 进气少了 村民们立刻拨打了 110报警电话 和120急救电话 也有人立刻通知了 老孔夫妇 急救车很快就来了 把张玉恒第一时间 送到医院抢救 老孔夫妻俩都睡着了 哎呦 赶紧一掀被子 起吧 也跟着赶到了医院 在手术室外边等着 希望张玉恒 能够转危为安 但现实啊 往往是残酷的 很快医生就走了出来 宣布张玉恒 已经死亡了 是啊 张玉恒 06年 到这曹县的时候 就已经40多了 现在那已经60来岁的一老头了呀 让汽车咣当撞那一下 那很难不丢掉性命啊 老孔夫妇得知消息之后 无比的伤心和悲痛 就希望警方啊 赶紧找到凶手 替自己这儿子讨个公道 曹县警方呢 立刻对这起事故 进行立案侦查 首要目标是得找到肇事车辆 如果说没喝酒 没跑 就是撞了人了 那这算是交通事故 但这一肇事 那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刑事案件了呀 影响太恶劣了 2021年 都什么年代了呀 满大街的都监控摄像头 你开着一辆车 你能跑哪去呀 他们呢 在案发地点的监控之中 就发现撞人的是一辆白色轿车 撞人之后立刻就逃走了 那接着往下追踪这监控录像吧 奇怪的事出现了 因为在接下来的监控里 根本就没有找到这辆车的踪迹 那这肇事车辆 到底逃到哪去了呢 为什么监控摄像头 没有拍到这辆车的影像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啊 顺着这监控录像 追查这辆车 奇怪的事发生了 接下来的摄像头里 可都没拍到这辆车的踪迹 一开始警方怀疑 车主是不是撞人之后 把车扔进什么小巷子里边 扔了什么田间地头里边了 可是案发第二天 在周围啊 排查了整整一天 并没有发现这辆汽车 那这不应该呀 这么一辆车就凭空消失了 这么多的摄像头就拍不着它 会隐身跟葫芦娃溜娃似的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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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我隐身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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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不找我了 随后警方啊 又仔细查看了车祸现场的监控 结果还真是有了重要发现 这辆车离开监控画面之后 根本就没走远 过了这么十来分钟 又折回到了案发现场 那时候现场已经围满了人了 谁也没注意这辆车 这辆车在现场 停了差不多一分来钟 就离开了 之前咱不说了吗 警方排查车辆的时候 是顺着这辆车前进方向去找的 结果这车又回来了 等于说来了个南辕北辙 可见赵氏车主 还是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这一下子就确定了 这车主的逃离方向不是之前那方向 而是180度大转弯 那这一下子就简单了呀 不光那边好多摄像头 这边也好多摄像头 那查吧 这一下上车上了 中于查到了这辆车的清晰画面 一看车牌号清清楚楚 一车找人 那太好找了 最终锁定了肇事司机 叫王小峰 警方啊 立刻控制了王小峰 王小峰在被捕之后也承认 自己确实撞了个老头 但当时因为害怕 一脚油就逃离现场了 后来觉得过意不去 折回现场准备 把撞的这老头送到医院 但是回来一看 现场那么多人都围在那呢 他呀又不敢下来了 急匆匆的又跑了 王小峰倒是也说了 既然人死了 我该承担什么后果 就承担什么后果吧 肇事者是抓住了 但是这起案子还远远没结束 为什么呢 因为警方发现死者的身份 成问题了 按照相关的规定啊 需要对张玉恒做尸检 但是张玉恒也没身份证 跟老孔夫妻俩要 这老两口也说 我们哪有他身份证啊 那户口本身份证都没有 更没户口本了呀 警方就感到很疑惑呀 他不是你们儿子吗 不是亲的 是干的 尽管是干儿子 在一起也生活十好几年了 但是啊 真没想过什么户口啊 身份证的事啊 要说起来呀 也奇怪 这些年呢 我一直催着他去办个身份证去 但他呀 每回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着 到后来呢 慢慢的我们就也不提这事了 警方就继续追问老孔夫妻俩 那之前他有没有提过 他是哪人呢 老孔就说呀 就有一回 他提到他家是在尼吉镇 于是警方抓住这线索 就跟逮着休命稻草似的 去查去吧 到了尼吉镇核实这人的身份 有没有张玉恒这么个人呢 整个尼吉镇所有村的村干部都说 没有 所有的村民都说 不认识 那拿出来这张玉恒照片 让他们认认吧 没准他不叫张玉恒呢 一看照片 村干部 没有 村民们不认识 那根本就不是尼吉镇的人呢 也就是说张玉恒 是故意欺骗了老孔夫妻俩了 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要骗老孔夫妻俩呢 他们关系非同一般呢 这是干爹干娘啊 养了他十好几年了呀 所以警方这时候就认为 这张玉恒并不简单 很可能有过犯罪前科 甚至是再逃犯 随后继续找老孔他们 了解这个干儿子的情况 另一方面呢 也在户籍系统里面 查找这个人 毕竟有照片嘛 照片可以进行比对呀 老孔就说呀 嗨 他呀 是个流浪汉 这不零六年的时候 来我们这儿了 这十好几年了 我们也没红过脸 也没吵过架 倒是有过两回不愉快 一回呢 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的 我想让他去办身份证 他不去办 还有一回啊 是我希望他能走出 他前妻去世的阴影 再找个好老婆 踏踏实实过日子 成个家 他呢 也不愿意 警方听老孔这么一说 一个流浪汉 好不容易这算有了家了 那找老婆 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同意啊 办身份证 这是很方便的事情啊 为什么不同意啊 那这身份是越来越可疑 于是给张玉恒 提取了生物检材 进行了DNA检测 随后把DNA数据 放到了全国失踪人员数据库里 进行搜寻 还把张玉恒的照片 做成了寻人启事 发布到了网上 其实警方啊 都没指望着能特别快 就有什么突破性线索 反馈回来 前前后后经过了两个多月 河南省民权县公安局的警察 带着一男一女来到了曹县 这一男一女说呀 这张玉恒 可能是我们的父亲 已经失踪好多年了 既然有DNA技术了 那这事确定 是不是父子父女关系 可就容易了 提取了这一男一女的DNA之后 一比对果不其然 这张玉恒 就是这一男一女的父亲 他可不叫张玉恒 他叫田小军 06年的时候 他是35岁了 但因为是流浪汉的那么个状态 看上去显老 所以大家以为06年的时候 他得40多了 那么这田小军当年有没有跟老孔 他们说实话呢 是不是妻子去世了呢 还真是 妻子去世了 不过他的妻子 不是病死的 是被他田小军杀死的 06年12月15号晚上 民权县傅家庄的村民们 听到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很快这争吵变成了打斗 出于担心 邻居们听见动静 都到田家来想劝劝架 可他们推开门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 把他们可吓呆了 一把菜刀上都是血 满地都是血 田小军的妻子躺在床上 失去呼吸 面目全非 气绝身亡 田小军 就是这一切的元凶 但是在警方到来之前 田小军就畏罪潜逃了 当年由于这起案件 性质太恶劣了 手段太残忍了 引起了当地老百姓 很广泛的关注 但是06年的时候 路面监控还没普及呢 施明志的要求也没那么高呢 导致查来查去也没查着他 田小军就人间蒸发了 尽管如此 民权县警方可没有放弃 每年都会登陆DNA数据库 进行比对尝试 前前后后历经15年 终于比重了 再说田小军的这对儿女吧 因为父亲的罪行 长期以来受到别人的指指点点 妈被爹杀了 爹跑了 那时候俩人岁数还小呢呀 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找到父亲 你为什么要杀我妈 可是这个愿望永远实现不了了 尽管田小军没有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 但看到自己的父亲惨死在车祸之中 一儿一女还是很伤心的 最终啊 赵氏车主和田小军的儿女也达成了和解 一次性赔偿了35万余元 随后呢两个人回到了河南 甚至他们都没有见孔庆台夫妻俩 而至于06年的杀期案 伴随着凶手田小军的死 也最终尘埃落定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是一桩让警方都感觉非常为难 非常纠结的案件 怎么回事呢 2010年3月14号下午将近五点的时候吧 深圳市保安区新乡街道一个小区的业主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说他的妻子啊 突然在家里边昏迷了 医生呢立刻赶到现场 等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报案人的妻子已经死亡了 因为当时这医生啊 感觉也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呢就报了警了 接到警情保安巡警大队的侦察员 也赶来现场 到了这家门 这么一了解情况 这一对夫妻呀 刚刚新婚不久 这死者呢叫张丽 26岁 两个月之前才刚结婚的 技术人员首先呢观察了一下 屋子里面的情况 看有没有什么打斗痕迹破坏痕迹呀 发现屋子里边啊 物品摆放整齐 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现场的门窗呢也是完好无损 没有撬门的痕迹 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 死者呀就羊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 头部包括面部 淤血肿胀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身体其他部分呢 就是两个膝盖部位 有一些很浅的表皮波脱的痕迹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明显损伤了 赶紧跟死者的丈夫了解一下情况 死者的丈夫叫唐凯 他呢还沉浸在妻子去世的这种悲痛之中 他就跟民警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呀 我呢本来想和小丽打算下午去看电影 可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吧 他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之后就一直喊头疼 我就把他掺回了卧室 让他休息一会儿 到了差不多将近五点了 我在外边买了一个快餐回来吃 我在叫他起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发现小丽有点不对劲 就赶紧报了120 法医呢 对死者的手臂和膝盖的损伤 进行了初步看眼 发现所有伤口都处于前表损伤 基本特征啊 是符合摔倒倒地形成的 可是啊 法医跟当时来急救的医生 都共同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死者的颈部就脖子这块 还有面部有着大面积的红疹 这些红疹的出现就让法医怀疑 死者死亡背后是不是还有隐情啊 因为通常情况之下啊 机械性窒息死亡 也就是掐死的或者勒死的 面部的特征的很明显 就是面部脸部会淤血肿胀 会有出血点 这是机械性窒息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时法医看到死者第一眼 心里边就磕腾一下子 因为是很明显的有这种瘀血肿胀了 难道死者是被人掐死的吗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可是啊 也没有发现外力造成机械性窒息的痕迹 通常情况之下 不管是勒死的还是掐死的 它得有勒痕或者是掐痕吧 没有 但是如果说是自然死亡 那么脖子这脸上出现的这红疹 又该怎么解释呢 法医呢 就询问死者的丈夫唐凯 唐凯就说 小丽这两天胃不舒服 吃过一些药 我想着她脸上那些疹子 是不是药物过敏呢 那么到底26岁的张力 致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是猝死吗 法医啊 心里边还是有疑虑 于是就向技术中队的中队长 进行了汇报 队长呢 同样认为张力的死亡非常蹊跷 于是又把这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 为了查明死因 相关的技术人员 包括法医啊 包括这技术中队的领导 都建议对尸体进行解剖 可是警方给出了解剖的建议之后 张力的父母言辞拒绝了 张力的父母说了 我们女婿唐凯 已经把孩子受伤猝死的经过 讲得明明白白的了 人死不能复生了 我们也难受啊 但是死者为大吧 我们呢 不希望他人都没了 尸体还受到打扰 警方呢 也跟死者的父母了解了一下 这小两口的情况 死者父母就说呀 张力呢 跟唐凯 是2009年5月份 通过网络认识的 俩人呢 就是网恋呗 后来感情还挺好 就谈婚论嫁了 为了爱情吧 张力呢 放弃了在云南老家的工作 追随男朋友唐凯 就来到深圳 事发两个月前 俩人才正式结婚 在张力父母的眼里啊 唐凯是个好女婿 特别的孝顺 脾气好 对他们的女儿张力 那更好了 啊 这好的都没法说了 平时张力给家里打电话 也总是夸唐凯 非常心疼的 所以张力的父母才认为 女儿的死应该是个意外 不可能是被别人害死的 女婿这么好 并且这张力刚来深圳 也没多长时间 别人吧 她也不认识啊 他们就对唐凯 讲述的事发经过 深信不疑 因为死者家属拒绝尸检 警方你也没办法强行尸检呢 这可给警方出了一道 难题了 不过警方啊 不会因为死者家属 拒绝尸检 就放弃这个事件的 继续侦查 警方就琢磨 哎呦 这红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一定得弄清楚 他的死因是不是猝死 再一个呢 咱们也要考虑 会不会是医疗事故 导致这种药物过敏 还有啊 会不会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这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 搞清楚这个事情 我们就能弄明白 他到底是自然死亡 还是别人故意杀害 保安警方决定 不查明死者的死因 绝不放弃 对这起事件的调查 2010年6月份 在张力死亡原因 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的情况之下 保安分局刑警大队 就召集 侦查技术人员 对这个事件的进行了分析研判 其中 有一位副局长 就明确的提出来 咱们呢 要本着对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专案组呢 就决定 对事发之前 张力和丈夫唐凯的活动轨迹 以及两人的社会关系情况 展开调查 民警察看了死者家所在小区的监控录像 就证实了事发当天 唐凯的活动轨迹 和唐凯本人对警方的陈述是吻合的 这小两口呢 社会关系也很简单 没有发现有什么情感纠葛 就比如说感情之外的第三者呀 这是没有的 那有没有可能夫妻之间是为了骗保呢 调查了一下 他们也没购买高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综合种种来分析 那唐凯没有作案动机呀 民警呢 又对唐凯的同学进行了走访 同学们也反映 说我们一块吃饭聚会的时候啊 能看出来 唐凯跟张力感情特别好 俩人可恩爱了 没事总在我们面前秀恩爱 在外围的走访调查之中 唐凯的邻居也说了 哎呦 虽然跟他们没那么熟吧 但是也没听见他们俩有什么大的争吵啊 或者打斗之类的事情 那在调查他们的经济往来 没有经济上的问题 现在可就麻烦了 没有经济问题 没有感情矛盾 没有外来的矛盾 没有外来的问题 门窗是完好无损的 录像监控都没有问题 那会不会真的就是过敏或者猝死呢 尽管很多人心里边啊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这方向了 认为很有可能就是猝死的 但是刑警大队的副主任法医叶雪松 他呢始终怀疑张力的死绝不是意外 他反反复复的研究张力面部出现的这些红疹 发现所有的红疹都出现在颈部以上 颈部以下是没有的 这些特征完全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症状 保安分局的副局长胡迪胡菊 也秉持着同样的看法 他这脖子上这红疹的体现啊 肯定是外力形成的 不像是自然死亡或者是猝死而形成的 警方啊一方面得调查 另一方面还得不停的给死者家属做工作 耐心的说服他们 最终啊家属终于同意了 警方可以对尸体进行解剖 法医呢就对死者张力的尸体进行了法医学解剖检查 结果呀发现死者的口腔咽喉部都没有损伤或者堵塞 颈部的皮下肌肉包括蛇骨也没有损伤的迹象 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是被掐死或者勒死 那肯定会有明显损伤的呀 可是法医认为尽管如此也不能彻底排除 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 因为法医发现 尽管说啊这咽喉部口腔部包括蛇骨没有异常情况 但是内脏器官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点 接下来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了 张力的机械性死亡会是怎么造成的呢 咱们先来说说什么叫机械性窒息 通俗来说吧 勒住脖子或者是堵住这个呼吸的出口 就鼻子呀嘴呀导致呼吸系统通道受到阻塞 造成通道功能障碍 这种外加的因素就称为机械性窒息 当叶法医看到尸检报告之后 更坚信了他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几个月之后死者的病例分析报告终于出来了 报告显示张力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的重大疾病 也就初步排除了死者张力因疾病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造成缺氧窒息而死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啊 当时呢还是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尽管如此公安局还是没有放弃 先后多次组织这次事件的分析研究会 还邀请到了全国知名的法医专家 以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技术专家 多次对这起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 在分析会上啊 大伙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啊 如果是外力造成的窒息 张力身上没有抵抗伤 没有皮外伤 指甲之中也没有留下因为反抗而残留的凶手的皮屑 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坚定认为这不是案件 这就是一次猝死事件啊 但是本着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 最终啊公安局还是决定再次组织专家人员 勘察一遍现场 这次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最终决定还是要对现场进行俯瞰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死者的死亡窒息死亡特征是存在的 他们认为啊 这还是一起刑事案件 如果真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那显然就是他杀呀 那么会是谁干的呢 是怎么做到尸体上 看不出任何机械性窒息留下的痕迹的呢 如果是被别人害死的 那么死者的丈夫唐凯 他就有着最大的作案嫌疑 只要是杀人一定有作案动机啊 所以如果是他做的 那么在他日常活动当中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顺着这个思路 保安刑侦大队的领导带队 对这张力的家进行俯瞰 他们相信凶手作案的证据 肯定还在死者的房间里 同时民警还仔细回忆 事发的时候 唐凯曾经讲到了一个细节 唐凯说 当时妻子张力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摔倒了 受伤了他把妻子扶到卧室床上休息之后 他一直在客厅里边上网打发时间 那么他当时上的什么网啊 上了多长时间呢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调查 是不是就能揭穿唐凯的谎言呢 民警提取了唐凯的笔记本电脑 对案发当天在电脑的上网记录进行查看 结果发现案发那天下午 这台笔记本没有任何的上网记录 到底是唐凯自己把记录删除了 还是在撒谎呢 这个情况引起了警方注意 为了查明真相 民警把电脑送往相关的技术部门 哪怕是你删的没关系啊 通过技术人员可以进行恢复 于是呢 把曾经浏览过的网页信息 全部进行了恢复 这时候有了意外发现 的确 笔记本电脑上有些数据被删除了 删除的内容啊 跟现场的疑点还有着某种关联 3月14号也就是事发当天 有人曾经用这台电脑搜索了一个关键词 人不呼吸多久会死 用这个电脑查的啊 在网上查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之前还有人用这部电脑多次检索过 杀人窒息方面的信息 虽然是简短的一些关键字眼 但是啊 警方看到这些意识到 好 这起案子 不出意外 就是唐凯 专案组决定 再次约谈唐凯 民警就问唐凯 你发现你的妻子张力窒息之后 你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唐凯说 我当时就打了120急救电话 然后我就一直守在小李身边 直到救护车过来 那当天 你不是说你上网了吗 那你在网上都浏览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呃 应该 就是看了一些体育新闻之类的吧 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 他对上网搜索过窒息相关信息的这个情况 是一个字也不提 专案组判断 唐凯这是在刻意隐瞒这搜索内容 他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 专案组最终经过周密部署 根据唐凯的经历 他的心理特征 知识背景 拟定了一份非常周全的审讯计划 所以说啊 审讯工作这也是一门科学 那么主审人 就是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警方手里面呢 除了刑事技术鉴定这个结论之外 另外的证据就是那份上网记录 这是一场心理博弈战啊 保安警方面对的 是一个受到过良好教育 个性非常内敛的犯罪嫌疑人 如何出示有效的证据 如何根据他的成长特点和心理弱点来进行对话 这就非常重要 2011年6月5号下午 在摄像机的全程摄像之中 审讯工作正式开始了 面对民警的询问 唐凯表现得非常无辜 警方问他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婆的根本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讲通俗一点 张力会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对啊 是 这个我知道 就是说很多东西 你们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那你对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看的 关键 是怎么做的呢 唐凯啊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自己可能认为已经风平浪静了 但是这15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可没有停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 把我电脑拿过去那么久不还给我 对不对 肯定你们是有调查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可能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去 死去之后 我们公安机关就有责任 有义务 要查清他的死因 对 面对警方的讯问 嫌疑人唐凯啊 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但是后来警方出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 唐凯啊 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 最终他主动交代了杀害妻子张力的犯罪事实 一个新婚家庭啊 别人都认为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小夫妻啊 为什么唐凯要杀害妻子呢 咱们呢 从他们认识开始说起 2009年5月份 夫妻俩不是在网络上认识了吗 并且相互就爱上了呗 几个月之后 张力已经考上公务员了 但是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 公务员不干了啊 毅然决然来到深圳和唐凯同居 2010年1月份 两个人正式结婚 从网络世界走到现实世界 其实这对80后的小夫妻遇到了不少问题 俩人算是闪婚啊 之前没有过长时间在一起的这种经历啊 所以结婚之后两个人朝夕相处 性格矛盾可就显现出来了 唐凯呢比较内向内敛啊 很敦厚这么一人 而张力呢是比较泼的那么一个人 张力啊就发现唐凯和自己印象中啊 在网络上显得非常大气的 非常豪气的那个大男人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上 他对唐凯更加失望了 就总嫌唐凯啊 挣得少 唐凯后来跟民警供述的时候说 他总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他一直说我 然后就开始骂我爸妈 说我爸妈怎么怎么样 通常我俩吵架 他不光是动口 他还动手 有时候掐我 有时候扇我耳光 我跟他说你扇吧 如果你怒火能降低一点 我给你扇 你扇我五下十下没关系 我当时就是太溺哀了 我真的是太溺哀他了 在外人眼里啊 这小两口是甜蜜的 是喜悦的 是幸福的 但是在唐凯看来 自己这时候钻进了一无底洞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认为这段婚姻太不幸了 而他们其中 有一个经常会拿出来争执的小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俩结婚别人不得随礼吗 这些礼金落入了婆家的口袋了 张力啊 就经常为这事跟唐凯大吵大闹 唐凯说 他什么下流话 什么脏话都能骂得出来 只要是个正常人 谁去骂他父母那样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无法忍受的 唐凯受到过高等教育 他很想结束这段婚姻 但是张力呢 态度很坚决 别看我看不上你 我还就是不离婚 俩人吵到火爆的时候 张力还曾经冲进厨房 举着菜刀威胁过唐凯 唐凯说 他甚至说过 你想要离婚 离了看 我马上跑到你老家去 把你爸妈给宰了 他那个人的性格 我很了解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走到头了 但我找不到解脱的办法 我就勉强维持着 2010年3月14号那天早上 唐凯呢 刚加班了一个通宵 回到家里蒙头就睡 一觉啊 睡到中午 本来呢 打算跟妻子去看电影 结果这张力又提起来 结婚礼金的事了 又发一顿脾气 在洗手间里边啊 一边洗漱 一边可就骂开街了 唐凯说呀 他还在那骂我爸妈 然后骂我全家 连他一开始认为 对他非常非常好的我奶奶 他都骂 唐凯呀 他的成长经历 其实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啊 他是从小被奶奶抚养长大的 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对奶奶的感情 比对父母的感情更深厚 张力骂奶奶的脏话 最终让唐凯压抑不住心情了 冲到洗手间 推了一把张力 张力呢 就摔倒在地上 摔倒之后 那张力更是破口大骂 唐凯这时候啊 就再也不想听到妻子这些刺耳的话了 就用手捂住了妻子的嘴 几分钟之后 看张力没动弹 他呢 就把妻子抱起来 放到床上盖上被子 他就想着 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得了 其实当时张力已经晕倒了 唐凯忽然就觉得 他晕倒之后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他要是能够一直这样睡过去 那有多好啊 他就萌发了罪恶的念头 用湿纸巾蒙住了他的嘴和鼻子 然后回到客厅 打开电脑 在网页之中输入 不呼吸多久会死 一直到了将近五点 他进去看的时候 把纸巾拿下来扔了 看到了这张力的脖子上有很多血丝 这就打了急救电话 这唐凯啊 因为夫妻俩的愤怒啊 因为夫妻俩的矛盾 长时间呢 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排解 最终是由怨生恨 导致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最终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被告人唐凯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们说完这判决之后 可能有的听有啊 会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判这么轻 咱们来解释解释 第一个 在警方证据链还没有那么完整的情况之下 唐凯啊 经过警方盘问 主动交代了杀害妻子的犯罪事实 根据法律以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规定 这是可以被认定为自首的 那么自首 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是能够减轻处罚的情节之一 再一个呢 事发之后啊 被告人唐凯也主动的 向被害人张力的家属进行了赔偿 赔偿了将近七十万 而被害人的父母也就是张力的父母 在法庭上也说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这个脾气 这个性格 而女婿唐凯呢 他们也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们表示了对唐凯的谅解 被告人唐凯在法庭上 也是非常的后悔 痛哭流涕 对张力父母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所以综合几方面的情况 一个是自首 一个是最关键的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一个是主动的赔偿 才有了这样一个最终的判决结果 相信这个案子听完之后 咱们的听友啊 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应该会不太一致啊 可能有的呢 会更倾向于张力一点 有的呢 会更倾向于唐凯一点 没关系 大家都可以在咱们节目下面啊 留言 好好的来聊聊 您对这起案件的一些想法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霸州离奇绑架案 河北霸州市盛方镇 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古镇了 并且我对这地方可熟了啊 因为跟我的老家 河北省文安县是紧挨着的 咱们今天说的这事就发生在盛方镇 2012年1月8号 盛方镇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报案人说呀 他们家遭遇了绑架案 被绑架的这人叫王武 这王武啊 在当年是盛方镇出了名的风水大师 专门啊 给人看建筑布局啊 给人看看坟呐 这些年呢 口碑越来越好 所以挣了不少钱 在盛方都成了远近闻名的有钱人了 自从12年1月7号下午出门之后 这王武啊 就没回家 家人着急的都不行了 到处找 到处找也没找着 可是第二天早上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就说呀 你家老头被我绑了 准备20万 两天之后交钱 要不然就撕票 还没等这王武的家人反应过来呢 电话就挂断了 这家人这才着急忙慌的报了警 警方呢 决定先进行秘密调查 首先呢 调取了王家附近多处监控 找到了王武失踪的最后的画面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1月7号下午4点左右 王武呢 从家里边离开了 手里边拿着一圆形的东西 让家人认认吧 这是什么呀 经过辨认 这是一个罗盘 风水先生啊 出去这罗盘 这算是必备的工作道具啊 那拿着罗盘出去 应该是去谁家看风水了吧 于是警方呢 就问王武的妻子啊 他这拿着罗盘出去 是给人看风水吗 王武的妻子呢 回答的莫棱两可的 难道说 当妻子的不知道 丈夫出门干什么去了 这一戏打听 确实王武的妻子啊 是有困惑 他呢 拿出来一块记录了文字的小板子 这些年呢 王武啊 养成了一习惯 看风水的时候 接触的人很杂呀 所以每回出门看风水 都会在那小白板上 写上地点 写上联系人电话 可就是失踪的这一天 1月7号这一天 什么也没写 这是很反常的 看着那个样子 拿着罗盘出去的 像是看风水 但那板子上 什么都没写 又不像是 去给人看风水了 王武的妻子 怎么也想不明白 所以回答不上来 警方的问询 警方呢 把关注点 又回到绑架案的细节上来 首先发现 这绑匪打来的电话 很奇怪 要20万赎金 可是没讲清楚交易地点呢 那怎么就把电话给挂了呢 这绑匪也太着急了吧 你都没告诉人 把钱送哪去 你怎么拿着钱呢 随后警方调查这个号码 并没有实名登记 所以也不知道 是谁打的这电话 打过来这个电话以后啊 这个号码就一直是关机状态了 当时电话里边说 两天以后是最后期限 但是眼瞅着 两天可就到了 到了最后期限了 怎么这绑匪没接着打电话呢 绑匪记性不好 把这事给忘了 该吃吃该喝喝去了 那不可能呢 所以这起绑架案呢 处处透着古怪 就在王家人 急得都不行的时候 又一个报警电话打进来了 说出了大事了 有村民呢 在盛方镇 一处很偏僻的垃圾堆里边 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哎呀 这绑架案还没着落呢 这又出现命案了 盛方镇派出所的民警啊 头都大了 咱就一小镇 怎么最近出这么大事啊 警方觉得这两起案子 可能存在着关联 在现场啊 就看见这尸体啊 是用床单包着的 只有躯干部位 没有头 然后呢 被装在一个麻袋里 就扔这垃圾堆里了 看这尸体吧 有多处刀伤 应该是被刺身亡的 不过很显然 这儿是抛尸地点 这儿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除了装尸体的袋子之外 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证 这死者也没头颅 所以也不知道死者长什么模样 法医啊 对死者的尸体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化验分析 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1月7号傍晚 这个时间点 跟王武失踪的时间点 是相符合的呀 那么这具无头男尸 会不会就是失踪的王武呢 警方找来王武的女儿 让他帮着辨认一下尸体穿的衣服 还有这衣服上边的一些配饰 女儿一眼就看出来了 说这是我爸的衣服 面对这个情况 警方就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为什么绑匪没有在约定的时间 打来电话继续交易呢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意外 最终选择终止交易 并且杀害王武 当然了 要想确定这无头男尸是不是王武 光凭衣服还不行 不严谨 最直接的手段是DNA检验 可是啊 在当时啊 这DNA对比要出结果 得需要七天 这七天时间之内 警方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就在这硬等吧 所以啊 其他方向的侦破工作 还在继续当中 又过了一天 这案子又出岔头了 王武的妻子啊 现在是悲愤交加呀 怎么出钱那么一会儿啊 就让人给绑了 怎么一转眼还让人给杀了 脑袋都没给留下 都没给留个全尸啊 就在这时候 王武的妻子又接到了绑匪的电话了 王武妻子拿过电话来这么一听 我在他们车里呢 这声音太熟悉了呀 说的是啊 我在他们的车里呢 王武的妻子啊 当时都愣住了 你 你不是 专业给 不是 那 你在哪儿呢 这时候啊 绑匪在那边说话了 赶紧的啊 准备二十万的书金 并且说完这句话之后 还让王武又接着说了一句 老夫老妻的了 自然能认出来是不是丈夫的声音呢 明显它就是王武的声音呢 那就是说 王武没死 还活着 王武的妻子赶紧把这情况告诉给了警方 警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是又庆幸又纳闷啊 这怎么回事啊 之前 其实已经基本认定死者就是王武了 因为王武女儿啊 认定那死者的衣服就是父亲王武穿的衣服 虽然说DNA数据还没出来吧 但警方已经顺着这个方向继续侦破了 怎么过了一天 已经死了的王武 又活了呢 那会不会是有人冒充王武的声音呢 于是警方啊 把这个猜测就跟王武的妻子沟通了一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还不认得他的声音吗 王武的妻子 坚决的就否定了这个推测 都是王武说的 我敢打包票 我百分之百的肯定 得亏啊 王武的妻子 当时在打来电话的时候 开了电话录音了 那么现在只能来分析这段录音了 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专家呀 来回来去的反复的听 确实找到可疑之处了 电话录音 背景音是很嘈杂的 可是一到王武说话的时候就很空旷 那么 技术专家就分析 很可能是绑匪 放了一段王武的录音 并不是王武当时说话的声音 那警方的分析准确不准确呢 王武到底死没死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技术专家就分析啊 这通话里面 王武的声音是提前录制好的 然后跟王武妻子通话的时候 放录音混淆视听呢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早点别杀人不就完了吗 警方现在啊 更加认为这王武凶多吉少了 就在这时候 绑匪又打来电话了 要进行交易 在电话里面呢 绑匪说了一个地名 要求王武的妻子 把二十万现金 装入一个白色的袋子 并且要搭乘出租车去这个地点 这是抓住嫌疑人的好机会啊 警方呢迅速布控 找来了一辆出租车 让刑警队长假装这出租车的司机 带着王武的妻子去目的地 为了再次确认人质是不是安全 警方呢就跟王武的妻子说 你啊跟绑匪要求要听一下你丈夫的声音 绑匪再打过来电话的时候 王武的妻子就说了 我现在啊 得听一下我丈夫的声音 王武的妻子一提要求 电话那头的绑匪啊 愣了一下 随后果断取消交易 挂断了电话 这个举动更加能够说明 王武可能早就遇害了 电话里的声音很可能就是提前录制的 可是就在这时候 又有消息传过来了 就在绑匪取消交易之后的第二天晚上 有三个人亲眼看到王武出现 怎么不已经基本确定死了吗 怎么又又活过来了 当天晚上啊 王武家附近有一烧烤店 这是眼俩在那经营着 开烧烤店的这眼俩呀 和旁边没假店的老板娘 都亲眼看见王武从不远的地方走了过去 尤其烧烤店的老板说了 那绝对是王武 这老板说了 王武跟咱们呢 多少年的邻居了 天天他黑了出门 经过这烧烤台 逗得大老远的 跟咱们会回手打个招呼 海天黑了呢 也是一样 所以呀 肯定不会错 还都是王武 难道说 王武真没死 还脱离险境 回家了 可是 当天晚上王家人 没等着王武啊 那被三个目击者看到的男的 最终消失在夜色里 他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王武 如果王武没死 为什么不回家 如果他没死 那无头男尸是谁 谜团哪 太多了 还是得等DNA呀 七天以后 警方等待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根据DNA鉴定结果 无头男尸 就是王武 死亡时间 就是1月7号晚上7点左右 也就是说 王武在失踪的当天晚上就被人杀死了 那么 电话里王武的声音 必然就是提前录制好的 三个目击者看到的那个王武 必然是有人假扮的 这事情进展到这儿 警方是越来越迷糊啊 这时候啊 又有人提了出来 咱们呢 还是不能忘记那个关键的物证 咱们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什么物证呢 就咱们之前提过的 那块记录着王武形成的那小白板 那小白板上显示 1月2号就在霸州 1月3号去了熊县啊 就霸州旁边 现在的熊安新区 1月4号去了永青 也在霸州旁边 1月5号去到了我的老家文安县 1月6号去到了天津 可是1月7号是空白的 没写 为什么王武没写呢 突然啊 民警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小白板上其他记录的地点 都是距离王武家比较远的 如果说7号当天 他只是在家附近给人看看风水 是不是就不用记录了呢 也就是说 很可能来回来去就一会儿的功夫 没必要记下来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 整个办案思路就开阔了 于是警方 以王家为核心 半径一公里 划定了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进行重点排查 因为王武已经死亡了 并且还被人肢解抛尸 所以凶手作案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个隐蔽空间的 不可能说想情博日 大街上就开始杀人分尸 对吧 于是这次排查重点 就放在了周边闲置的空房子 闲置的仓库 包括一些地下室等等 很快就有线索了 附近的有一处居民楼 这居民楼的住户 就反映了一件怪事 说在案发那几天的大半夜 听见地下室 传出来叮叮咚咚咚的声音 这处地下室 很久之前就废弃了 常年都锁着门 可是那几个晚上 无缘无故的传出声音来 于是警方决定 对这个地下室进行调查 打开旧的不行的大铁门 地下室里边这个黑呀 确实很久没人住过了 地板上啊 墙上啊 到处都是蜘蛛网 那灰尘呢 都老厚了 是又阴又冷又潮湿 民警呢 打着手电筒 一点点的往前走 突然一面墙上 就献出来一道暗红色的痕迹 紧接着地面上 也有一些斑斑点点的痕迹 在不远处的墙角那儿 还有一把带血的锯子 经过痕迹物证人员检测 岸斑也就地上那斑斑点点的 就是人血 而且经过DNA检测 这就是亡武的血迹 这间阴暗的地下室 很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那么 谁最有可能作案呢 那就看看这地下室的主人是谁呗 这一查 查出来了 地下室的主人啊 叫李鸿路 42岁 盛方镇本地人 根据亲友们确认 这李鸿路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失踪啊 明显是畏罪潜逃啊 1月28号 在案发21天之后 李鸿路被警方捉纳归案 到案之后啊 很快就承认了犯罪事实 他说呀 因为自己炒黄金期货 亏了不少 想着干一票绑架勒索的买卖 这么着 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王武身上 因为王武出名啊 有名的风水大师啊 给人看个坟看个房的 都收好多钱 他家肯定是富裕 1月7号下午 他呢 就请王武说去家里测测风水 把他骗到了地下室 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 一下子就把王武制服了 然后就绑了起来 先录制好了王武的几段语音 干嘛呢 就是为了之后勒索用 接着心狠手辣的杀死了王武 还把王武的头颅和身体分开抛尸 可就在第二次准备交易的时候 王武的妻子突然提出来要和王武对话 人质都死了 他没法对话啊 李鸿路只能终止了交易 不过呀 李鸿路呢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他认为呢 警方不可能知道王武死了 我这事啊 干得天衣无缝的 他就穿着从王武身上 拔下来的衣服 在家附近呢 转悠了几圈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看看 王武还在胜方呢 这是为了第三次索要赎金 有那么多目击证人都看见王武了 他呢 就想着我再找他妻子要钱的时候 应该就不怀疑了吧 嘿 什么叫欲盖弥彰啊 这更让警方怀疑了 这案子呀 在一波三折之后 终于是水落石出 而这远近闻名的风水大师啊 怎么也没算到啊 自己出去给人看个风水 竟然就被人残忍的杀害了 最终李鸿路被依法判处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为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